习近平指出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当前全球性问题的金钥匙 近年来 亚太经合组织深入落实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 大力实施生物循环绿色经济曼谷目标 为全球绿色和可持续增长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形势下 我们要进一步凝聚共识 聚焦行动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注入更大动力 一是 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将发展牢牢置于全球议程的中心位置 打造人人重视发展 各国共谋合作的政治共识 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为推动国际社会形成合力 解决发展赤字 做出了积极努力 二是 打造绿色发展转型新路径 推动能源 产业 交通运输结构转型升级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滤 增长 统筹推动劳动力公正转型和高质量就业 构建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的地球家园 三是 凝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力 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主渠道地位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结合各自国情 科学制定气候目标 解决好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能力建设 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关切 促进公约及巴黎协定全面有效落实 习近平强调 中国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 持续做出中国贡献 中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将持续深化绿色基建 绿色能源 绿色交通等领域合作 通过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专项资金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 提升能力建设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努力 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打造清洁美丽世界 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由美国总统拜登主持 议题为可持续气候和公正能源转型 王毅参加会议